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的新闻相当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科技界的动态 Microsoft因为安全问题 要求在中国的员工改用iPhone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接着我们来到政治舞台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批评欧盟 对乌克兰的战争政策 认为这对欧洲经济和人民造成了伤害 最后体育迷们注意了 老虎伍兹拒绝担任 2025年来德杯美国队的队长 这一决定与他参与PGA巡回赛和平谈判有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 微软在中国的员工被要求 将他们的安卓设备换成iPhone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问题 微软已经通知中国的数千名员工 必须在9月前完成这一转换 成为最新一家在中国加强保护措施的公司 这一决定是在一系列网络安全事务之后做出的 去年 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 通过微软Exchange软件的漏洞 访问了政府员工和美国公司的电子邮件账户 微软告知员工 安卓手机将被禁止访问 用于验证身份和登录工作设备的服务 必须使用苹果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解锁电脑 尽管微软在Google Play商店中也提供这些应用 但由于Google商店在中国被封锁 安卓设备必须依赖华为和小米等本地替代品 微软已经告诉员工 他们可以在中国和香港的各个办公室领取iPhone 以替换华为和小米等安卓设备 跨国公司在员工访问或在中国工作时 已经引入了越来越严格的协议 德勤和毕马威去年就告诉员工 在访问香港时使用一次性手机 而在中国境内早已鼓励这种做法 微软正试图通过安全未来计划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安全措施 此前该公司因一系列网络入侵事件 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批评 与此同时 苹果在中国也面临着来自华为的新竞争 以及政府对使用外国设备 包括iPhone的禁令 Telegraph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会见普京后 抨击了欧盟的战争政策 称其损害了欧洲人民和经济 欧尔班声称 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主导的乌克兰战争政策的 主要受害者是欧洲经济和欧洲人口 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因与普京关系过于密切 而受到欧盟领导人的强烈批评 他还表示击败俄罗斯极为困难 欧尔班利用他作为欧盟轮值主席的角色 试图通过谈判发起自己的结束 战争进程 上周五 欧尔班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 三天前 他还访问了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他还于周一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尽管欧盟领导人谴责这一和平任务 习近平仍表示支持 欧尔班的三部分外交事务行程 是在没有欧盟委员会或乌克兰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 这是对普京的一种绥静 在接受德国小报图片报采访时 欧尔班还声称无法通过战场解决冲突 并呼吁开始谈判 西方官员接受乌克兰冲突 最有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谈判结束 但对普京只会对临时停火感兴趣 以便为重新入侵乌克兰争取时间的担忧 深表关切 欧尔班强烈批评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包括一项500亿欧元的资金包 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 泡兵库存和步兵 欧尔班访问俄罗斯受到了欧盟领导人的强烈谴责 他们自2022年2月入侵以来一直避开莫斯科 并与俄罗斯领导人关系极差 Telegraph独家报道 老虎伍兹拒绝了担任2025年莱德杯美国队队长的机会 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将在纽约宣布 他们的任命 斯图尔特·辛克弗雷德·卡普尔斯和戴维斯·洛夫三世等人都有望担任这一角色 两个月前 在美国职业高尔夫锦标赛上 伍兹曾表示 由于他在PGA巡回赛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资助LIV的和平谈判中 耗费了大量时间 他对接替扎克·约翰逊的角色表示怀疑 据悉 如果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减少通常的队长职责 伍兹愿意承担这一角色 但显然没有达成协议 时间紧迫 他们不得不另寻他人 欧洲方面 去年12月确认卢克·唐纳德将连任 辛克是2009年英国公开赛冠军 是最明显的替代者 但考虑到比赛将在距离曼哈顿 仅15分钟的贝斯·佩奇举行 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更大的名字 来吸引预计会非常热情的主场观众 更多消息将随后报道 独立报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自6月27日在亚特兰大的辩论后 一直未在竞选活动中露面 而现任总统乔·拜登 则在辩论后进行了18场公开露面 特朗普在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 度过了这段时间 计划在7月15日共和党全国大会前 举行几场集会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 试图回应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质疑 并在给民主党议员的信中表示 将继续参选 特朗普团队则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策略 准备在未来10天内宣布 副总统候选人 并举行两场竞选集会 《独立报》报道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女儿杰西卡 斯普林斯汀未能入选 2024年巴黎奥运会美国马术跳跃队 尽管她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银牌 并在其他国际赛事中表现出色 但她在全球冠军联赛中的排名仅为第89位 未能入选今年的奥运会队伍 杰西卡曾表示希望能带家人 一起身家巴黎奥运会 特别是在东京奥运会因新冠疫情限制 而无法与家人分享胜利的情况下 她的父亲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也曾 在2016年表示对女儿职业生涯的骄傲 半岛电视台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面临退出2024年 总统竞选的压力下 向民主党议员表示她将坚持参选 并坚信自己是击败共和党人 唐纳德·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拜登在信中回应了外界 对她健康状况和竞选能力的质疑 强调自己是最适合击败特朗普的人选 尽管一些民主党议员公开呼吁 拜登退出竞选 但他在信中呼吁党内团结一致 击败特朗普 民主党将在8月的全国大会上 正式宣布2024年总统候选人 而共和党则将在下周的大会上 确认特朗普为候选人 南华早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一 向民主党同僚表示 他坚定地承诺继续参加 2024年的总统竞选 以消除党内 对在11月5日选举中 可能失去白宫和国会的担忧 拜登在致民主党人的信中 承认了他们的担忧 但表示 现在是团结一致的时候了 他强调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 进行了一系列竞选活动 并得到了参议员约翰·费特曼的支持 但党内对他年龄和能力的担忧 仍在增加 根据路透社 易普索的民调 三分之一的民主党 注册选民认为 拜登应该退出竞选 而59%的受访者认为 他年纪太大 无法继续在政府工作 民主党面临在多个共和党 倾向州保住参议院 多数席位的艰难战斗 而内部党派调查显示 新墨西哥和弗吉尼亚州 在辩论后变得更加竞争激烈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希望 更多的电子芯片 能够在德克萨斯 或亚利桑那的工厂生产 然后运送到 像哥斯达黎加 越南或肯尼亚 这样的合作伙伴 国家进行最终组装 再分发到全球各地 政府官员正在努力 重塑全球芯片供应链 并积极进行谈判 拜登政府认为 在美国生产更多的电子设备 核心部件将有助于 使国家更加繁荣和安全 总统拜登在接受 ABC新闻采访时 自豪地表示 他已经让韩国 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上 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然而 这一战略的关键部分 正在美国之外展开 政府正试图与合作伙伴合作 确保在美国的投资更加持久 雅虎美国 特斯拉股票周一小幅上涨 这家电动汽车巨头 试图延续其八天的上涨趋势 股价在此期间 飙升了约37%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 不仅消除了年初至今的损失 还自4月初级 52周低点以来 上涨了超过75% 这波涨势得益于公司 上季度交付量超出预期 除了生产和交付结果外 特斯拉的能源 存储业务也被投资者看好 摩根士丹利的亚当乔纳斯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特斯拉提前开始庆祝独立日 以积极的第二季度交付量 库存减少和大规模存储业务 表现提醒投资者 它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 尽管特斯拉在上半年面临 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和美国电动汽车需求的减弱 但其股票仍表现强劲 分析师们还期待公司 在8月8日发布备受期待的 自动驾驶出租车 Wedbush的董事总经理丹艾夫斯 在本周的报告中 将特斯拉的目标股价 从275美元上调至300美元 并表示自动驾驶出租车活动 将为全自动驾驶 和自主未来铺平道路 The Independent报道 乌克兰网球选手 斯维托利纳在温网第四轮比赛 获胜后泪流满面 因为当天早些时候 俄罗斯对基辅的导弹袭击 导致至少20名乌克兰人死亡 更多人受伤 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 首都基辅的一家大型儿童医院 斯维托利纳在比赛中 穿着白色上衣 上面别着黑色丝带 他以6-2 6-1战胜了中国选手王新瑜 赛后 他在球场上表达了 在这种情况下比赛的困难 并感谢观众的支持 斯维托利纳还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 配上哭泣的表情 并写道 今天的基辅 美联社报道 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馆 在耶路撒冷开设了一个新的保护设施 用于保存 修复和存储 超过4万5千件文物和艺术品 该设施包括5层地下存储空间 能够提供最优的温度和环境条件 纪念馆主席丹尼 达阳表示 这一先进的设施将有助于展示 曾被保存在秘密金库中的珍贵文物 新设施还配备了高科技实验室 用于处理一些复杂的物品 例如一卷由逃离 奥地利的家庭捐赠的以严重退化的胶片 通过有机溶剂 保护专家能够恢复一些胶片的柔韧性 并在显微镜下看到完整的画面 包括一对夫妇在公园长椅上亲吻的场景 雅虎美国报道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捷克霍夫曼 在被控供谋和欺诈后 发布了他的拘留照 并严厉抨击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克里斯梅斯 称其为政治迫害 霍夫曼和其他十名共和党高层 被指控试图阻止总统职位的合法交接 霍夫曼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这是一场政治战争 他将坚决捍卫自己 并期待通过司法程序 证明自己的清白 霍夫曼是亚利桑那州案件中 被起诉的三人之一 他们将作为亚利桑那州的代表参加 即将到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所有被告均不认罪 审判暂定于10月进行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曾利用他的拘留照 制作纪念品并筹集了700万美元 但霍夫曼为表明是否会效仿 The Independent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致 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 坚决拒绝退出竞选 称退出竞选将是对民主的侮辱 拜登在回到华盛顿前通过X账号公开发布了这封信 表示他坚定地致力于今年的总统竞选 并将跑到最后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他在信中提到 过去十多天里 他与党内领导人 民选官员和普通民主党选民 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回应了人们对他年事已高 能否胜任竞选任务的担忧 拜登强调 他绝不会退出竞选 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他还在MSNBC的《Morning Joe》节目中表示 普通选民压倒性地希望他继续竞选 而不是听从大人物或媒体的意见 拜登在信中进一步解释 民主党选民在初选中选择了他作为候选人 他有责任尊重选民的信任和选择 这个决定不应由媒体、评论家或大金主来左右 他坚信只有选民才有权决定民主党的提名人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前加拿大足球联盟CFL 高管克里斯蒂娜 历次被任命为北方超级联赛 Northern Super League主席 这个新的职业女子足球联赛 计划于明年4月启动 设有温哥华、卡尔加里、多伦多、沃泰华 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的球队 联赛联合创始人戴安娜·马西森 对利茨的任命表示非常兴奋 称她在CFL和其他体育娱乐公司的丰富经验 使她成为理想人选 利茨表示 她的职业道路将她引向了这个新联赛 这是她个人和职业生涯的一个圆满时刻 马西森补充说 利茨非常理解联赛的愿景和在加拿大的机会 两人非常同步 尽管利茨的任命刚刚宣布 但她已经在幕后为联赛工作了几个月 联赛还在积极招聘多名副总裁 并计划在明年之前迅速填补前台办公室的职位 马西森表示 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联赛进展顺利 预计大部分球员的宣布将集中在今年年底 她强调 尽管过程可能不完美 但关键是联赛明年能够顺利启动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成长和改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